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8月15日 马体会做客求胜新切 周日深夜 西甲卫冕冠军迎来赛季首秀 届时马德里体育会将做客挑战切尔达 马体会在夏天对中场线进行了补充 阵容深度进一步加强 加之球队也希望在新赛季 以开门红姿态未免之路 此番看好整体实力更强的马体会全取三分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切尔达在今夏休赛期转会动作不多 保留了上赛季的核心阵容是球队今夏最重要的工作 所以切尔达并不存在球队磨合的问题 在新赛季前的友谊赛 切尔达保持了三胜一合的战绩 上赛季 切尔达所取得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 球队最终以53分排名连赛8位 比起之前那个赛季的第17位足足上升了9位 切尔达封线双子星伊亚高 爱斯伯斯和新迪 米拿分别为球队攻入14球和12球 此外巴拉斯 文迪斯和文努尔 洛尼图也合计攻入了16球 切尔达的进攻表现是支撑球队拿到53个联赛积分的根基 然而切尔达需要正视的是 上赛季双循环面对马体会都无法取胜 甚至在主场吞下0比2的失利 切尔达上一次战胜马体会已经是2018的事情 他们金仗就算坐镇主场都难逃一截 马体会上赛季有惊无险的收获西甲联赛冠军 球队依靠肩不可摧的防守表现在联赛第十轮之后 基本保持在联赛榜首的位置 上赛季马体会平均失球不过0.66个 是整个西甲最少 同时洛尔斯、苏亚雷斯加盟球队之后 为马体会带来了质的飞跃 上季位球队攻入21球 转换球队得分44分 与此同时,施蒙尼灵活搭配中前场组合 将马高斯、罗兰迪、恩利克、卡拉斯高等攻击球员激活 形成一套属于马体会高效 快速地压迫防守 进攻依靠中前场配合的体系 今年夏天 阿根廷球星洛迪高 迪保罗以3500万欧元转会加盟马体会 令施蒙尼在中场线上多了一个可以作为核心球员使用的棋子 马体会在中场线的攻防水准有增无减 这是球队本赛季争取未免的重要一环 近期的游异赛 马体会状态仍需调整 恩利克、卡拉斯高等人虽然有所斩获 但是球队防守表现一直不稳 来到赛季首战 马体会调整好状态 希望争取用胜利来开启未免之路 阵容方面 后卫菲拉比、蒙迪路和前锋祖奥、菲利斯都有伤在深无缘登场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